大家好,歡迎來到白帶道場 我是浩南 之前練過很多出拳或擋的動作 其實空手道一樣有踢腳的動作 今天和大家一起練一下踢腳 Hajime 今天和大家一起練的動作是 基勒 中段前速 之後加上反擊動作 基勒 上段順突 講解之前先看一次示範 有關基勒 大家在之前中段打仇的時候都有了解過 就是後腳向前腳踩跪低 膝頭應該剛剛碰到前腳踩的 至於中段前速配合上段順突 簡單來說就是向前踢腳 之後配合馬步上前出拳打上段 首先講解一下向前的做法 動作方為幾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提膝 膝頭向前提起 直到大腿指向中段水月高度的位置 腳碗咬起腳趾向前 第二部分是踢前速 小腿蹬直 腳碗推前 腳趾向上 以前觸底攻擊目標 第三部分是收腳 完成前速攻擊之後 接回小腿 回復腳碗咬起腳趾向前 最後部分是腳板踩好地下 站好基立 同時間用同一邊手出拳打上段順突 注意當打完上段順突之後 向前移動準備踢下一下中段前速的同時 上半身保持著上段突的姿勢 直到踢完前速之後 另一個手打上段突同時同步收拳 至於向後的做法 可以想像有敵人向著自己進攻 所以先退後一步基立 然後前腳提膝踢中段前速 收腳同時落地站好基立 打上段順突 最後有關呼吸 今次是用短吸短呼和一吸兩呼 提膝的時候吸氣 踢前速和出拳的時候呼氣 看來大家都了解動作怎樣做 一起跟著浩南做吧 打不要用拳的 打完 對 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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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這個動作 記得多點練習 如果想繼續跟皓嵐在白帶道場練習 記得Like和Subscribe這個Channel 落堂